在這邊雖然要感謝人很多 但是我覺得請大家容許我 在這邊要必須感謝一個人 那個人就是張泰山 他自己 所以我們19歲在一起到現在 我堅持棒就差不多在一起 所以你說幫助 它是幫助到我 讓我可以這麼順地走這一段路 當然我們也會有爭執 然後只要有一方就是一定要冷靜下來 如果兩個都爭執的話 我相信這個家庭一定不是很美好的 冷靜的一定是我 因為我可以控制我的情緒 控制完之後我會 到最後也是我第一個說抱歉 我就會跟他說對不起 我剛剛不斷講 口氣也一定不太好 一定是我出來道歉 一開始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已經算是 還算滿有名的球員 但是因為我從來不看棒球 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對那我不會因為 你是哇你赫赫有名的球員 我就好像幫你捧上天這樣子 這也是我們後來 可以在一起的原因 像我是走在路上 我不太愛牽手的那一種 我不太愛黏著的那一種 所以我們走在路上 我們也不太會去牽手 但是如果說走到路上 然後有人認得他 就是說欸張泰山 這個時候他會來牽我的手 反正是他會來牽我的手 那這相對也會讓 讓我覺得這是一個安全感 所以我們就是 互給對方安全感 這很重要 我就做我該做的 那後來我們共組家庭的時候 我就是分得很清楚嘛 我們就是 因為我知道他很辛苦 練球啊 然後很多 很多事情 回來也許 沒有聊很多 那因為那是他自己 沉澱吸情的一種方式 他就喜歡看電視 那我也不會去找他 你想要跟我聊 再跟我們聊 我們就是學習 一起去面對事情 他外面經歷的風風雨 再怎麼樣回來 這就是有一個假 有個避風感 不要讓他犯 心煩 因為外面要面對的事情 已經很多了 你會還要煩這些事情 他可能 會更累 所以我也是 這幾年 我也是養成我自己 很多類的習慣 包括小孩子出生 也是這樣 我都是自己來 那當然外面 他有些時候 應付不來的時候 我當然也會陪他 有些時候面對媒體啊 我記得那個時候 他常常會講說 啊我老婆說什麼 我老婆說什麼 然後結果媒體就在 就在開玩笑說 啊你就好像小孩子 怎麼跟小孩子一樣啊 我媽媽說 我媽媽說 有媒體就來 跟我開玩笑說 他好像小孩子 其實最大的改變就是 可以跟小孩子 往在一起 然後 跟他們 更多的時間 可以 在一起去做任何一些事情 然後 慢慢的去 知道說 小孩子 需要的是東西 需要的是什麼 跟他們在 對談當中 交談當中 你會輸給他們 然後我就覺得說 哇我以前失去了多多的東西 我只想當自己的主人 讓我自己更能控制自己 可以嗎 我輸了 我輸了 我只想當自己的主人 所以她說 這是換個音 我這樣 你厲害 因為她已經有自己的想法 要怎麼穿去 因為她太飽了 因為我要出去 然後也要看電影 她媽媽認我說 你這樣太冷了 我可以做給她嗎 然後 不行啊 然後也要穿 然後她也穿得很漂亮 本來就 她媽媽給她用得很漂亮 為什麼我不能當自己的主人 我只想當 張康林 再講一次 我也在這邊嗎 可是有時候你當爸爸的 你也會被他們的影響 情緒所影響 會生氣啊 可是有時候你會 在自己努力的把他壓 壓自己壓一下 有時候你會生氣到 你想要拿個東西 要打他們的時候就 打旁邊 對 因為你打了之後 你會很心疼 有時候罵完之後 我都會自己都很心疼 然後他們罵完之後 生氣完之後 甚至有個人說 會打他們一下 到時候 三分鐘之後 又回到我的懷抱裡 就坐在爸爸的旁抱 就給爸爸抱抱 就會變成 因為開始催淚了 你完蛋了 現在是什麼階段就好了 就這樣子帶 所以為什麼會到日本 到澳洲 我一定要把他們 帶在身上 對啊 寧可 在學校 先休息 然後帶他們出去 我要讓他們看到 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又可以看到 可以 我可以在球場上 在澳洲的球場上 直接跟小孩子 玩在一起 在練球當中 我就可以跟他們 玩在一起 一起跟他們同樂 這樣子